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远近快评 我是唐靖远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无论是天各一方的离人 还是人在旅途的过客 无论是合家团圆的大家庭 还是花钱月下的小夫妻 都摇祝各位朋友 中秋佳节快乐 人生花好月圆 身处在这样一个五彩纷乱 而又变幻莫测的世界 我们可能都会在匆忙的感怒之中 在名利的争夺之中 迷失了自己 就是难得哪怕是短暂的 这么一点沉浸的时刻 去听一听鸟儿的歌唱 小河的流淌 去看一看云朵的美丽 和花儿的绽放 可能有的朋友已经露出微笑了 对吧 是的 今天是中秋节 又恰好是一个周末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准备和大家 来谈那些红墙黑幕 大国真雄等等这些沉重的话题 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 在最近突然火起来的一首歌 现在很多人都在把这首歌 与刀狼的那一首罗刹海誓 来做一个比较 这首歌就是大梦 那么今天同时 也是我和南眉优品的中秋合作 倒数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我还是要先和朋友们 来推荐这个Cloud隐形袜 那么很多朋友都喜欢穿这种浅口袜子 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滑落不跟脚 那么很多大品牌特别针对这个问题 就做了一种专门的设计 让这个袜子穿起来是既舒服又上档次 Cloud隐形袜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 它们的袜子顶部设计 它是申请了一个专利的 就从外形结构上 首先就保证这个袜子不会滑掉 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 它是使用顶级的这种棉的材质 稀湿排汗而且能透气 第二个就是它是用这种优质无毒的硅胶 来制衬的一个防滑条 不用再担心这个袜子会滑到您的脚底 第三就是袜子的边缘 它采用这种无缝伸缩带来进行的一个处理 一点都不勒脚 第四就是它适合所谓的脚型 穿着是舒适贴合你的双脚 我自己其实是有试穿过的 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些广告词 其实它的内容都很实在 并不虚夸 我自己穿着是感觉非常的舒服 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Cloud隐形袜 这个品牌它是从来不降价的 它也不参加这个南眉优品 这一次85折的这个优惠活动 在Amazon也就是亚马逊 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官方网站上 这个原始价钱 它的单双就是需要 一双就需要12.99美元 但是我还是为朋友们 又争取到了一个特殊的福利 就是现在如果说大家来购买的话 买五送二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平均下来 它相当于是一双袜子 打了将近七二折 是非常的划算的 再提醒朋友们一下 今天是这个最后的一天 大家通过我的链接 也就是蓝莓优品 打Sharp slash TJY 就是这个链接 它在这个蓝莓优品购物 如果说满了70元 并且你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TJY 就是唐靖远的这个 自首的拼音字母 那么其他的产品 你都可以享有这种85折的优惠 同时还可以获得 我的一个亲笔签名的书签 还有感谢的卡片等等 这些小礼物了 这个中秋的活动 到明天就要结束了 有需求的朋友 就请抓紧的下单 好的 谢谢朋友们的耐心和支持 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话题 罗冠中那本小说 三国演义 他在第38回的时候 讲到说刘备三顾茅庐 这个诸葛亮这个人 还人没有亮相 他的声音却先出场 他当时就赢了这么一首诗 是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我第一次刚看到 大梦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 其实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自动想起了 诸葛亮的这首诗 因为千古以来 就是人们都在反复的说着 这个人生如梦这句话 诸葛亮呢 他当然是一个 先知先觉的智者吧 他能够看穿 看透人生的迷雾 他即便是高卧龙中 草堂春睡 他依然是能够对天下人 天下事 他都可以了然于胸的 但是千古以来 能够真正的做到像诸葛亮 这样能够看穿 人生如梦的又有几人呢 大梦这首歌呢 它是由瓦依娜这支乐队 和任素希 他们来进行合唱的 就是他在中国音乐的 一个综艺节目 叫做乐队的夏天三 在这个节目里面 是一场而红 不仅得到了一个 全场的最高票 在赛后的当天 还获得高达44.2万的转发量 就是刷屏了 各个圈层的视频号 这首歌啊 它有点不太一般 就是它长达9分钟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民谣的风格 它既没有复杂的配器 没有华丽的和声 只有两把吉他 用这种简洁的分解和弦 与华彩来作为一个伴奏 两位男女主唱呢 也都并非是专业歌手 这位男歌手 他甚至连咬字发音 都还不是那么的非常清晰 但是呢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它就靠着流畅上口的旋律 还有小唱明白的歌词 却能够让无数的人 在听歌的过程之中 不知不觉 你就潸然泪下 显然呢 就是这首歌 它在不经意之间呢 它应当是击中了很多人 内心深处的某个柔软点 或者说某个痛点 从这个歌词中来看呢 甚至可以说 它是击中了身在中国 几乎每一个年龄阶层的痛点 《大梦》这首歌 它的歌词是唱出了八个人生阶段 从一个人的六岁 一直唱到了八十八岁 每一个阶段 它都唱出了 就是在人生中的某个重要时刻 它的一种不确定性 以及这种命运的变换无常 全曲呢 把该怎么办这四个字 这也是这个人生之中 每一次要做出一个 重大抉择的问题 把它重复了足足十八次 以后在我看的呢 这个是《大梦》这首歌 它能够瞬间 掀起一场风暴的 最深层的原因 也就是说 在一个要求你啊 你只能够无条件的接受 你当前既有命运的 这么一个社会之中 这首歌 它其实无形中 就成为了一个 来提出问题的人 而且是像每一个 不同社会阶层 所面临的自己 这种追星之痛的时候 来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 这个无疑就是一个 巨大的悖论了 它就有点像这个李佳琪 大家都知道是吧 他在直播之中 他是无心也好 怎么也好 反正是他快语发出的 那个灵魂追问 说你嫌79元的每笔贵了 那为什么你不找找 自己的原因 公司涨了没有 你认真工作没有 但是呢 其实你明明知道 自己已经是很努力的 在工作了 你甚至都不是努力 而是在拼命了 但是工资呢 依然没有涨 那不但没有涨 它反而还在往下降 无数人甚至连为了低工资 去进行拼命的机会 他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一夜之间 被扫地出门 独自去面对沉重的房贷 以及依然高昂的医疗教育 等等这些费用 那么就像这个大梦这首歌里唱的 说我已二十八了 处了一个对象 被他的姐姐一问 说要不要房子 要不要孩子 结果我就只能够仓皇离去 无法面对 也无法回答 那么你当然就会想要大声的质问了 你说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依然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结果 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 是我的问题吗 那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大梦他其实和李佳琪一样 他击中的可以说都是相同的一个痛点 只不过呢 李佳琪呢 他是挥着拳头在冲着你去击打 而大梦呢 他是平静的把他自己的伤口 很小心的揭开来 让所有人都发现 原来自己的这里也在痛 在大梦这首歌的歌词里 从这个六岁的孩子弄脏了新衣服 弄坏了玩具 担心这个爸爸生气 妈妈着急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这开始 在以后的人生之中 你会看到 每一个阶段他遇到的难题 该怎么办的这种抉择 他都是越来越难以回答 也越来越艰难 越来越难以去解决 从这个十二岁上中学开始 这种对贫穷的歧视 校园里面的霸凌 打工的艰难 到最后一代的这种困惑 还有就是像机器一样 来高速运转的一个 人道壮年的人生 再到只求一个平安的中年 然后到最后是 老无所依 贫病交加的一个老年 最后直达八十八岁的暮年 在这里呢 就是这首歌的歌词 他也非常这种 东方哲学式的 给你安排了一个轮回 什么轮回呢 就是他说到 当八十八岁的老者 他走到田野里 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子 站在春风里哭泣 恍惚之间呢 他似乎又回到了 自己六岁 弄脏新衣服的那一刻 眼前这个哭泣的孩子呢 似乎是生命的 新一次的轮回 就像他自己当年一样的 于是呢 他就恍然大悟 过往的这种执念 只不过是一场云烟 没有人能够看清 所有的风景 没有人能够得到 世间的一切 就像曹雪芹 在《红楼梦》里面 套用了蓝宋诗人 范成大的那首诗 是吧 说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需一个土馒头 你只有彻底放下了 而不是得到了 人生才算得上是 真正的一个圆满 就是我发现这首歌 它这种歌词异象的轮回呢 恰恰与这个歌曲的旋律 本身构成了一种 非常契合的一种映照 因为这个旋律本身 这首歌呀 它就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一个单段体的民谣 这么一个歌体 它在不断的重复 你看它兜兜转转 周而复始 连这个吉他伴奏的和弦 都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让你看到了 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庞大人群的一生 那么就在这一个个 难以言说的 该怎么办的困境之中呢 在这首歌中 唱到了太多的 总在重复的错误之中 在循环往复 所以呢 你细品《大梦》这首歌的歌词呢 你会发现 你乍一看上去 似乎呢 它全都是一望可知的一些大白话 这个与刀狼那首《罗刹海誓》 这是最大的不同 我今天呢 曾经在这个推特的 自己的新账号上 我也发了一条推文 就说 如果说这个罗刹海誓 它是一种充满隐喻 色彩斑斓的一幅油画 那么《大梦》可以说 就是一览无余的一幅素描 甚至可以说它是白描 就是它只用线条 来给你勾勒出一个轮廓 然后呢 让观者或者说让听者 你们自己去填充其中的细节 这样一来 它就多少 有了那么一点 兜云作者吃 谁解其中味的这么一个味道 对吧 当然这首歌的作者叫做十八 是吧 其实他并不吃 但是呢 我想每一个听这首歌 说听到了山人泪下的朋友 都可能已经细细的体会到了 这个歌声之中 那种看似平淡白描 实则沉重浓烈的这种酸苦 该怎么办 这样的一个困惑呢 它其实只不过是浅尝济脂的一种自问 自问自答 这个自问的背后呢 它实际上就是 谁造成了这一切的一个他问 也就是说这首歌严格讲 它不是说对一个普通的这种 人身坎坷起起伏伏 来发出这么一点感叹 其实这个是对太多的错误 为何总是不断重复的 这么一种命运在进行质询 这个错误呢 它不仅是个人的 它更是一个社会整体的 所以呢 大梦与这个罗刹海士 可以说他们本质是一样的 他们都说的是同一片土地 都唱的是同一个人群 只不过呢 罗刹海士告诉你说 在这里啊 他的善恶美丑是颠倒的 而大梦呢 他告诉你说 这里的人呢 无论你如何认真努力的去活着 你都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困境 或者说一个无形的枷锁 你都面临着随时都面临着 我该怎么办这样的一个困惑 那么对当前大陆的这种语言 言论的环境来说 你说一首歌是吧 一首歌词 它能够说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基本上可以说就已经是极限了 你要再往下多说一点 那可能你面临的就是封杀 就是喝茶 早在2012年的时候呢 当时其实就有一位名字叫做 华子的歌手 也是一个年轻人 他当时呢 抱着一把木吉他 他就自弹自唱 唱了这么一首歌 名字叫做听说 他的歌词呢 和今天的大梦是有点相似的 就是他用白描的手法 来画出了中国社会当时的云云众生像 那么在当时这个华子这位歌手 他是参加一个音乐的真人秀的节目 在开唱之前呢 这个主持人还调侃了一下他 但是当他异曲唱完 台下的平稳们全都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发一言来进行评论 然后呢 就没有了 然后了 这个华子是被封杀 到今天已经是销身立即不知所终了 那么年轻的华子呢 才刚刚开始做梦 这个梦就已经断了 已经醒了 所以呢 大梦这首歌呢 他在最后 依然是寒而不漏的 就发出了这么一个终极的问题 说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 你会怎么办 当然 对这样的歌词 你可以理解为说 如果那个 如果呀 那个所谓的中国梦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 那你会怎么办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说 如果红尘之中的万千枯荣 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吧 也许我们回归到孩子的本真 那个才是最终的解脱 你会怎么办呢 就像这首歌中唱到的说 我看到花儿在绽放 听到鸟儿在歌唱 看到云朵在天上 也听到小河在流淌 我看到人们迷失在路上 人们都在匆匆忙忙的赶路 但是呢 却都迷失在路上了 忘了欣赏沿途的这些美丽的花朵 去聆听鸟儿的这个悦耳的歌唱 那么哪种理解更贴近这首歌曲的本意呢 欢迎朋友们留下您的看法 我们明天可以来和大家来进行一起分享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 花好月圆 我们下次再见